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英台为大家直播的互赶开市通 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市焦点 港股上周反弹力一般 本周观望气氛更为浓厚 影响大势的动力 美股上周五下跌 回普的部分之前的累积升幅 道指就跌131点 暴在18261点 主要受到油价下挫4% 以及制造业不及预期所拖累 全个星期季 美股仍然录得升幅 以标普500指数上涨1.2% 表现最好 市场焦点转移至今晚会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首场辩论 有分析就认为了 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利输掉了这场辩论 市场将会确立避险的基调 美股是出现大规模的抛售 有消息之就指出了 产油国本周的会议 很可能不会达成冻结产油量的协议 此外 美国运作中的转油台以及转井的数量 本季是持续的一个上涨 加深了油价下跌的一个压力 6月7月油下跌1.84美元 报在44.48美元一桶 在美国买卖的主要港股一朵证券的ADR的价格是普遍的低于本港上日的收市价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了23600点 较上周五恒指跌了86点 恒指上周五高开低走 收报在23686点 下跌73点 连两年申告中 留意恒指十天线 估计约为23510点的附近 正在向下的一个发展 短期获雨20天线 约为23460点汇聚 届时事况可能会有较大的一个波动 国庆假期在即 港股通将在本周四至10月10号暂停 上周后期见到北水南下的情况有明显的一个放慢 或会影响本周港股的一个动力 腾讯上周五再度的一个破顶 高见过了220.8元 收报在了218.2元 上涨了1.7% 14天的RSI升至了70.1% 微蓝筹股的当中是最高 刚处于技术超买的一个水平 焦点股份方面 南京熊猫电子就公布了 控股股东熊猫集团正在筹划与公司是有关的重大事项 可能会涉及重大的资产注入 公司A股继续有个停牌 H股则今早复牌 中旅矿业获得股东提出的私有化的建议 美股是坐价1.39元 较停牌前售市价1.05元 溢价约为三成二 高盈国际高盈金融将在今日会公布 截至6月底址的全年业绩 华人之地今天会除息 锦翼之访公布了截至6月底址的全年盈利 是达到4.41亿元 对上年度为亏损1244万元 好 那么今天的大盘的走势又是怎么样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 药材证券的事务总监郭思智郭老师 来到为我们做出分析 郭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郭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股方面 那么今天早上呢 两市有一个双双低开的 那么国庆节前呢 投资者呢得持有的是一个观望的心理 那么A股的闷局呢是有一个持续的 节前您建议怎么样去部署大事呢 说真的 我也不觉得A股怎么样出现一个大跌 可是现在看起来 要是短子之内有一个期待它会大幅度上升的机会 我想也不会太高 从今年的高地位看起来 从那个2638点到3140点来看 整个A股只是在500多点之内走来走去的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内地的不少人都觉得 A股的那个中期所谓中期的投资应该是高一个段落的 可是暂时来说也没有太多政策出台 所以我想一段时间之内 A股还是会在这个500多点的中间走来走去等待变化的 好的 那么关注A股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 那么恒指呢上周五呢是出现一个单日的转向 最终就收跌的呈现了两年英的一个走势了 那么今天恒指开盘呢是便要跌132点了 目前更是已经跌穿了这个10天线 约为23539点的一个附近 那么港股的走势呢慢慢的转叉了 后市您是怎么看了 我想现在来说还是一个深厚的一个中期的投资之中 其实来说上一个中期的深浪生了12个星期 内浙的深浮也有4成7802点 我想现在来说有3到4个星期的整股消化 基本上很正常的 从9月9号开始的那个整股消化 我想还是会到12分的月中左右水平吧 这点时间我不觉得港股会大跌 可是要怎么样上升 我想机会还是不会太多 由于不少的股份已经累積了不少的升幅 所以在高台稍微整股一下 其实很正常的 当然大跌也不会的了 这个星期四是七指决胜 星期三是七指转场的高峰期 我想整个股市大概还是会维持在 抓着那个高台左右水平而不下的 当然一两八点的反复 这个是很正常的 好的我们感谢关老师做出的分析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主要蓝筹股的一个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1毛5 中国移动跌9毛5 建设银行跌7分 工商银行跌1分 中国银行跌2分 港交所升1块6 中国人寿跌1毛 邮邦保险跌2毛5 腾讯控股跌1块4 金沙中国跌8毛5 长河跌7毛5 西红基地产跌6毛 旧龙仓跌7毛5 中国海外跌4毛5 华岸质地跌4毛 中海油跌1毛 中石油跌3分 中石化跌5分 昆仑能源跌4分 中国神华升4分 好再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有哪些主要的财经消息 美股上周上涨 道琼斯指数累计上涨将近0.8% 纳斯达克指数 以及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2% 美国本周将会公布连串的经济数据 其中周三以及周四会公布的 8月耐用品的订单 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 以及个人的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中值 是较受市场的一个关注 另外美国也是会公布多项的楼市数据 包括是有8月的新屋销售 标准普尔美国 美国的20个大城市楼价指数 城屋带完成的一个销售 其他的数据就有9月份的 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消费者信心指数 芝加哥PMI 以及密学根大学的 消费者信心数据的一个中值 然后公布周四会公布 上星期新申领失业金的 救济人数的一个数目 同日联储局主席耶伦 会出席论坛 而本星期也会有多名的 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 或个提供对于加息的不同看法 美汇指数较上日变动不大 美元基本靠稳 投资者在一下周一的 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前 保持一个观望 但是全新机季 美汇指数本周就累计下跌了 0.7% 创下一个月以来的 最大单一星期的跌幅 因为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 并且是下调了长期利率的预测 英镑对美元跌了1% 跌穿了1.3美元 受到英国脱欧 不确定性的增加拖累 英镑对美元爆在1.2979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就宣布了 控股股东熊猫集团正在筹划 与集团有关的重大事项 可能会涉及重大的资产注入 并且是影响集团股价的一个波动 集团就表示了 由于该事项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的一个披露 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避免造成A股股价异常的波动 故申请继续停牌 至于H股股份已自上周五 也就是23号起 是短暂的停止买卖 并且已经是联交所 申请了自今天起上午9点证 恢复了H股股份在联交所买卖 公司就指出了有关重大事项 将会为A股停牌起的 5个交易日内是公布的 南京就实施了调控楼市的一个措施 推出主城区的限购政策 暂停向拥有两套或者以上的住房的 本市户及居民家庭 使出售新建的商品住房 南京政府的通知就指出了 在目前的控房价 控地价的一个基础之上 对于主城区实施住房限购的一个措施 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及房地产的经济机构 不可向不符合条件的购房人出售商品住房 假如违反规定 房地产交易以及不动产登记部门 不得办理有关的手续 通知由今天起执行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出 上个月70大中城市的楼架当中 南京楼架的岸月升幅位列首十位 好 今天的开示通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